好 珠南 上哪了 你干嘛跟来 我不来你这样了怎么回去 我不用你管 珠南你别逞强了 那个秀胡的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江湖是真的爱你 他能看你这么狼狈的离开吗 行了你也别假惺惺的了 我说了不用你管 你干什么 我只是不想看你说我委屈 小薇 小薇 你脸怎么了 没事 周末在吴总生日会的时候 不小心弄破了 听说段若南也去了 不会是他又欺负你了吧 没有 是我不好 是我看到他主动进吴总的卧室 所以我 这么主动 果然靠男人尚未习惯了 之前搞布红 现在又搞古脚 真是不想 若南 你干嘛 樊小薇 我昨天就警告过你 如果再让我听到你胡说八道 我就毁了你这张脸 不好意思 今天顺手拿了杯冷水 但我保证下次他一定是鬼痛的事 若在闻闹些什么 我跟若南之间的事情 一直都是我在追求他 小薇 周末的时候我们已经聊得很清楚了 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听到这样的谣言 都听到了吧 事实就是像吴总说的那样 没有什么我勾引男人的破事 反小薇才是舔着脸主动追上去的 啥意思呀 不知道啊 明显就是说小薇姐造谣啊 好了好了好了 大家开会去吧 你也去洗漱一下 我去洗漱一下 今年下出品牌大促 第一集团完成得非常好 品牌方那边 想临续加一个直播活动 除了贝加主负责之外 还要再挑选一个直播环节的负责人 按照老规矩 各自做方案 有能者举止 又是做方案 又是 那你就给直播拉赞助 只要是能给活动增加曝光量 就都可以 这不是更难吗 你有这个报应的时间 还不如多瞎想办法 我想问一下 拉赞助是指给直播活动招商吗 可以这么理解 对于我们来说 多拉一个品牌方进来 就降低了成本 对于品牌方来说 占两个不同领域的品牌 在同一场活动中相互引流 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曝光量 可以达到双赢 好 但是要注意 一定不能是竞品 进 吴总 这是我做的直播方案 还有 我为直播找了一家红酒商 叫庞巴度 正在接洽 有消息会来向您汇报的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吴达 你就没有什么别的想跟我说的吗 工作说完了 我不知道还要说什么 那天的事 你就不打算跟我解释一下吗 你有没有搞错 该解释的人是你吧 那天我跟小薇之间就是场误会 但是你跟李霄呢 共处一室 一山不整是误会 那我跟李霄几人就是评语相逢 好 那她为什么要来接你 我懒得跟你解释 你爱信就信 不信拉倒 还有事吗 没事我走了 若南 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你就原谅我吧 好不好 你真诚点 好 既然要我真诚 我就把范晓维开掉 可以吗 吴总这么公私不分的 你就原谅我吧 行吧 到你一门 小薇 小薇 怎么了 这些都不喜欢吃吗 没有 阿姨你多吃点 有心事啊 来 跟阿姨说说 阿姨 我想辞职了 为什么 吴泽因为那天的事情 很不高兴 所以最近一直不待见我 哦 有这是吗 而且段若南一直在吹耳边风 吴泽觉得就是我故意挑拨 我觉得我连适用期都过不了 又是这个段若南 他还真是个心机女儿 小泽也是的 以前挺听家里人的话 现在被这个女人搞得神魂颠倒的 阿姨你知道的 我是真的想好好工作留下来 这样也有更多的时间去和吴泽相处 让她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听说你爸妈的水云集团 不是正在遭广告代言吗 你可以找他们帮忙啊 阿姨你知道的 我出来打拼就是不想靠家里 我不想和他们说 嗯 有志气 那有什么需要 阿姨帮你 阿姨 你认识旁八度红酒的负责人吗 还真巧了 他们的李总是我的好朋友 回头 我跟你打个招呼 真的 那太好了 谢谢阿姨 不用谢 阿姨好久都没有遇见 这么投演员的女孩子了 你呀 以后就做我们吴家的儿媳妇吧 这次的方案若兰做得非常好 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意义 直播活动的负责人就是 吴总 我申请成为直播负责人 旁八度 不 大排红酒啊 经过我的努力 旁八度品牌已经同意入驻我们 下出大促直播活动 而且愿意用最低价给我们新产品 原来是你 我说我怎么跟旁八度聊得好好的 对方突然没消息了 是你在跳舞单 若兰 你又冤枉我了 我怎么知道你聊的是这个品牌呢 就是 你别自己做不好就老怪别人 晓薇 你可真厉害 我听说他们这个新品白玫瑰天使 很难谈下来了 我听说他们这款酒一直是功不应求 吴总 按照我们之前聊的竞争规则 晓薇给公司带来了直接利益 我觉得他比若兰更合适 吴总 我在对接这个品牌很早就跟你汇报了 但把事情办成的是我 你说对吧 吴总 吴总 若兰 若兰 你听我说 还有什么好说的 是你言而无心吧 明明知道樊小微耍了手段 不但不阻止 还让她成了负责人 小薇这次 确确实实拿到了上单 这个是实打实的成绩 我不能因为个人恩怨 就在工作上让步吧 个人恩怨 你觉得我在故意为难你是吗 你搞搞清楚 是樊小薇挑单在先 你先别那么激动 你这个也只是猜测不是吗 你又不信我 若南 我不是不信你 我虽然是你的追求者 但是我也是这个公司的管理者 我也有我的立场啊 好 你有你的立场 那我也有我的 不肯帮我是吧 我自己帮自己 若南 若南 你 那不肯帮我 我做什么事 我去帮你 你看我 没有对不似乎 牛游贤 我老公 你 感谢观看